對一方面來講 臺灣的代工市場非常的完整 然後可能也認為說 臺灣這個區域 大概他認為 人才也夠 人才跟所謂的一個廠商 還有說這個區域的安全性也夠 所以設在這裡 還有上下有供應鏈 完整性也是考量 對 所以因為 所以我們這個臺灣的一個 電子產業的供應鏈 剛好其實很多都是雲端概念股 那剛好是就近來做一個資源的話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當然都合理的認為說 在整個Google 對臺灣的一個佈局來講 也是屬於一個正面的一個態度 宇哥 真不簡單 因為臺灣最近這幾年 都等不到外資來投資 Google 願意再彰化 有這個資料處理中心 那未來的發展性 那以後會不會帶一家兩家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很好的一個範例 你看連我們小英總統 他在上禮拜 都是用私人參訪行程 去參訪Google 後來事後在Google 才發新聞稿 那裡面之間談了什麼 我們事實上是不足為外人道 但是這很簡單一點 就是Google 他告訴小英總統說 我承諾要買臺灣的綠電 就你臺灣如果能夠生產綠電 不管是什麼廠商 只要你在臺灣是經過綠電 不是現在你的火力發電 或是這個燃煤發電 那只要是綠電 那我希望能夠幫助你們臺灣 去合格的是怎麼樣 去建制再生能源認證系統 認證很重要 那當然對 那因為Google 他的企業本身一個精神是 他的營運要百分之百 符合再生能源的目標 沒錯 這是他 所以他希望在臺灣 這個全球最大的一個資料處理中心 也要符合他百分之百 使用再生能源的一個規範 如果臺灣真的能夠拿到這個認證 我真的覺得了不得 因為能夠受到國際大廠拿到了認證 而且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他能夠推到百分之百 希望臺灣鬧鐘 這點對我們輸出歐盟很重要 歐盟比美國特別重視這一點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是非常綠色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臺灣有一些公司 大家就稍微看 因為太陽能的族群太多了 其實捷徑能源 在臺灣就太陽能源風力 因為沒有水地概念股 那太陽能的部分來講 就是綠能上智 浴晶 融化部分 但是這裡面其實真正有做電廠的 大概只有融化而已 其他都是電池模組這部分 對 那風力發電就是永貫跟上維 所以這個大家去參考一下 主要是以風力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太陽能為主軸 感謝宇哥這一題也很重要 我們今天關心臺灣的經濟大未來 從出口從美國的保護主義 到了Google想買我們的綠能綠電 希望新政府團隊拼經濟一定要加把勁 那我們要拼股市 鬼谷大哥不是說要有量嗎 明天呢 好的 我想這是一個外資的法輪盤 接下來的重點就第一個 外資是不是能夠持續的呈現買超的動作 第二個就是說在這段關股的賣壓 有沒有減緩還是持續擴大 那大盤呢 在上攻的時候 能不能補出八百四十一億以上的量 英國的脫歐公投 有沒有朝向正面的發展 台積電 大力光 能否過高請收穩 我想這是明天關心的收穩 你看第四點很重要 大部分連線要脫歐了 二十三號臺北時間就開始抬票 二十四號 禮拜五公佈答案 大概在禮拜五的早上 幾點中 八點以上都公佈答案了